今天是10月份和第四季度的第一个交易日 三大股指上涨 苹果、波音、英特尔以及科技龙头股等普遍上涨 昨日美股结束9月的交易 三大股指均入得2011年以来最差9月同期表现 但若将7月和8月统计在内 美股第三季度表现依旧十分强劲 标普白指数第三季度上涨8.5% 为2010年以来的最大第三季度涨幅 以亚马逊为首的必须消费品板块 季度增幅近15% 经济数据面 美国上周出景失业救济人数降至83.7万 较此前一周下降3.6万 预期85万 持续领取失业救济人数较前值减少100万 降至1180万 然而包括航空业在内的各行各业许多公司 本周宣布了新的裁员计划 这表明始于今年年初疫情期间的历史性裁员大潮尚未结束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